随着最后一块附格的镇城,整个港庄大桥捣碎工程,东西人工岛就已经正式成型。 120个相当于16层楼高,直径22米的钢源桶,通过世界首创的八锤联动镇城系统打入海里,形成了人工岛的主体倒闭。 242片扇形钢板将钢源桶之间的缝隙封闭起来,防止海水进入。 至此,港庄大桥捣碎工程人工岛正式成型,东西人工岛将连接全长7公里的港庄大桥海里隧道。 隧道的施工,我们第一步隧道城管,就海上的城管要安装,首先必须在我们在岛上要交好一阶隧道。 那这个隧道交好以后,才能具备这个城管安放过来,所以我们这是启动先岛的先岛工程。 港庄大桥管理局表示,人工岛的落成表示着港庄大桥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到明年,也就是2012年,大桥的各个层面的工程将全面展开。 香港接线,珠海接线,以及我们主体工程,桥梁工程都会在2012年动工。 港庄大桥捣碎工程包括东西人工岛以及东街香港西连珠海澳门的海底隧道, 当局表示,有信心在2016年实现全面通车。 澳雅卫视,拱线江朝东,港庄大桥东人工岛报道。